朱元璋曾是张无忌的手下,大明王朝和明教究竟有什么关系?朱元璋当上皇帝后,明教的结局如何?点个订阅不迷路,使约管为您深巴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。 我们都知道明教这要拜金庸所赐,他的《倚天屠龙记》明教占了相当的篇幅,于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本来是鲜为人知的地下宗教才为人所熟之了。金庸虽然是写小说的,但对历史很有研究,《倚天屠龙记》对明教的描写基本上是符合明教的事实的,那么朱元璋、明教、张无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? 结局又如何呢? 历史上的明教,明教又叫摩尼教,是公元三世纪的波斯人摩尼创立的,公元六七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,唐代之后被迫转入地下,成为秘密宗教,改称明教。 由于弥勒教也相信世界上有阴暗,好坏两种力量,再加上服装和活动相似,结果两教就混在一起。 白联社供奉的是阿弥陀佛,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,弥勒教相似,到十二世纪之后,三教几乎也没有什么区别,可以看作何而为一了? 形式上的相同,只是这些教派河流的一个原因。 思想内容上的形式,才是真正的凝聚力所在。 乌涵认为,明教和弥勒教都认为,这个世界的现状不好,都不满意现在,都相信不久会,而且必然会有更好的最好的世界来临。 而这个理想世界的实现,有一个明显标志,就是弥勒佛或者明王初世。 因此,在这三个教派的影响之下,从五代到北宋、南宋时期,一直以来起义、造反、闹革命之事不断发生。 起义初期的朱元璋和明教有什么关系呢? 关于朱元璋与明教的直接关系,史料上没有什么记载。 但是间接关系还是很清楚的,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起义的时候,投军于郭子兴门下,郭子兴名下的军队叫做红金军,红金军又来自何处呢? 据明史《寒林尔传》记载,沙白马黑牛,誓告天地,谋起兵。 以红金为号,这就是红金军的最早由来。 关于朱元璋与明教的直接关系,史料上没有什么记载,但是间接关系还是很清楚的。 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起义的时候,投军于郭子兴门下,郭子兴名下的军队叫做红金军,红金军又来自何处呢? 据明史《寒林尔传》记载,沙白马黑牛。 誓告天地,谋起兵,以红金为号,这就是红金军的最早由来。 后来刘福通,罗文肃等人便聚集在他周围伺机谋划发动起义,以世间各地异军云起响应,而徐首辉,郭子兴,孙德牙,张世成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,朱元璋起义之初就和明教关系密切,在某种程度上。 我们可以说,如果没有明教的传播和发展,朱元璋的帝王霸业就如同无缘之水,无本之木,在消灭了陈有亮,张世成等部之后,公元1368年,朱元璋定读南京。 剑元洪武,国号大名。 朱元璋与张无忌,在正史中,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,乱世的终结者,庄严威武。 而在金庸老先生的笔下,这位草根皇帝展现出了励志而又充满人情味的一面。 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在乱世中揭竿而起,最后当上了皇帝,一统中原。 那么在小说世界里,张无忌曾经是朱元璋的上司,两人情同手足。 当朱元璋称帝后,张无忌作为强者,有没有激起过朱元璋的怀疑呢? 他的结局又如何呢? 原末,国家动乱,风雨飘摇,百姓民不聊生。 在这样的乱世中,需要一位力挽狂澜的勇士,带领平民获得解放。 朱元璋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背景下,他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,只是山村里一个普通的孩子。 后来,为了生存,朱元璋当了和尚,每日敲钟送佛,挑水煮饭,就这么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。 因为佛寺根基深厚,许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寺庙里来,毕竟他们连自己都养不起了。 刚刚开始,住持还来者不惧,可是后来要出家的小和尚越来越多,寺庙也受不了了。 一伙强盗听说佛寺有粮食,就进来烧杀抢掠。 直接导致朱元璋再一次变为锅,他还想着继续找佛堂收留自己,可是外面的世界早就大乱,朱元璋陷入了孤苦无依的人生低谷中。 就在这时,朱元璋结识了张无忌不同于落魄的小和尚,张无忌此时已经是屠龙剑建主,九阳神功级大成者,以及名教总坛教主,若冠之年就顶着如此多闪耀光环。 张无忌的名号迅速窜红江湖,只要是武林中人,就没有没听说过张无忌的。 朱元璋虽然还是个不同武艺的青少年,但其实他的内心十分崇尚武力,对武林中人的生活是十分向往的。 从佛寺生活中的跳水劈才中,朱元璋也发现了自己的一点天赋,就是他的力气比常人大。 张无忌和朱元璋因为年纪相仿,志向相同,彼此一见如故,甚至结义为兄弟。 落魄的朱元璋也得到了张无忌的救济,他加入名教麾下,从基层干起。 朱元璋加入后,因为骁勇善战,能力过人,很快被提拔,一路高升。 经过张无忌的赏识,短短几年内,朱元璋就从一个饭都吃不饱的小和尚,蜕变成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 朱元璋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,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武将,而是想要拿捏一整个集团的命脉。 文官武将都是他的工具,而他朱元璋就是唯一的领导人,事实证明。 朱元璋不止武功盖世,还有一副铁腕,敏感的政治嗅觉,以及长袖善武的社交能力。 就这样,朱元璋一步步脱离名教将军的身份和管理,走上独立之路。 当他的上级郭子义病死后,他就不再执着于名教总坛,而是在外发展自己的势力。 直率大方的朱元璋,很得民心。 他刚放出自立的消息,就一呼百应,迅速组建出一支庞杂的队伍。 1368年,朱元璋带领军队北上。 打败援军,夺取汴梁后,在南京正式称帝。 这就是朱元璋的目的,也是他的野心。 他无法接受一辈子当谁的手下,谁的棋子,而是自己称王称霸。 后来的故事,我们都知道了,朱元璋开创明朝,当上皇帝。 张无忌与名教的结局如何? 朱元璋作为新皇,曾经加入过名教这种民间反抗组织,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。 更何况,朱元璋是从底层农民逆袭而来,还曾经在张无忌手下做事。 因此,在处理名教的问题上,朱元璋的态度变得十分谨慎、暧昧一方面。 他挂念着曾经的手足感情,可是他又担心张无忌的势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,甚至有可能起兵造反,夺取地位。 就像自己曾经推翻救援那样,刘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生性多疑,对于曾为他打下天下的大功臣韩信,非但不感激,还怀疑他有可能夺取自己的江山,仅仅是为了脑中那句有可能。 刘邦就利用免死金牌事件将韩信等一众功臣害死,难道朱元璋和张无忌也会走到这一幕吗? 然而,张无忌是个聪明人,他早看出自己与朱元璋这尴尬的局面。 在他强盛时期,张无忌主动避其锋芒,后来等到朱元璋安定下来,派人去寻找张无忌时,得知他已经和赵敏一起归隐山林了。 不知道看到这个局面,朱元璋会不会十分感慨,甚至内心生起一丝内疚呢? 朱元璋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,从此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,张无忌抱得美人归,开启一段田园木戈式的安逸生活,不管他们的志向最初是什么,两人都获得了最想要的东西,并且兄弟之间没有走到不可收拾的一步,已经是一个美满的结局了。 朱元璋登记后 大肆剿灭明教,这是为什么呢? 明教教众的素质参差不齐,有些人却是干着为非作歹,剑引掳掠的勾当。 张无忌第一次被说不得和尚带到光明顶时,说不得为他科普了明教的来历,明教起源于波斯,唐朝时传入中原,当时又称敖教。 因为历朝贪官污吏都欺压明教徒,所以明教频频起誓,其中著名的要属北宋末年的方骂起义。 南宋建延年间王宗石在信州起誓,少兴年间与武婆在渠州起誓,李宗少定年间张三强在梁广地区起誓,因为明教总是与官府作对。 所以就被朝廷污蔑为魔教,严加制止,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,他们形势十分隐蔽,再加上明教与所谓明门正派积怨一身,所以明教在江湖上一直风评很差,随后说不得话风一转,又提到明教中确实有一些不检点,为非作歹之徒,仗着武功高强,做一些为非作歹,剑引掳掠的勾当。 导致明教的声誉更是江河日下,说不得刚说完,杨潇就冷冰冰地问道,你是在说我吗?杨潇急不可耐地跳出来,可见这是他之前没少干,除了杨潇之外。 明教的其他高手也大多是滥杀无辜之辈,比如轻易服王为一笑,为了压制体内的寒毒,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吸食人血。 当年金毛狮王谢逊,为了逼出杀害他妻儿的陈坤,也是荼毒武林。 第二,为了国家的大义,诚然朱元璋做事不厚道,利用明教徒打江山,完事之后过河拆桥。 但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太了解这个组织的可怕性,这个组织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不安分,频频启示,如果不取缔它,岂不相当于在自己头上选饼利剑? 而对于张无忌来说,明教与天下苍生相比,显然后者更为重要,为了天下能够长治久安,他也不会出来再与朱元璋争个高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